新闻脱口秀 还是以居民小区 楼宇自然村组等为最小单元 下午还会进行扫楼敲门行动 为了就是做到全覆盖无遗漏 咱们说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疫情防护人人有责 我们一同努力 握指成全战胜疫情 节目一开始 来关注新冠疫情的最新消息 4月3日0至24时 31个省自治区折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366例 含163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 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1771例 再来看看我省的情况 4月3号临时至24时 辽宁省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新增39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其中沈阳市报告30例 安山市报告2例 营口市报告7例 昨天沈阳市无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新增30例本土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 都在集中隔离点封控区内例行核酸检测时发现 目前密切接触者和次级密切接触者排查管控 以及一点周末消毒等各项防控措施 正在有序推进 昨天大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总指挥部通报 4月1号大连金浦新区新增一名阳性感染者 是经营韩国进口服装商店的店员 经过国家疾控中心与国内本土病例数据库和境外输入病例数据库来比对 该病例的基因测序与国内现有的疫情基因序列均不同源 当前国内多地报告 设进口物品核酸检测阳性案例 存在误传人感染风险 再次提醒大家 优购来自境外高风险地区的商品 咱们一定要做好防疫 这拆建时要牢记 看地区 戴口罩 无接触 须消毒 勤洗手 严防感染和疫情传播 同心抗疫 我们一直在努力 昨天晚上大连市迅速组建的140名医护人员和两名管理人员的医疗队 星夜奔赴了锦临省长春市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这次出征的140名医护人员来自大连8家医院 包括呼吸 心内 重症等专业的30名医生 还有110名护士 这些医护工作者都拥有着丰富的抗疫经验 他们不仅战斗在大连本地抗击疫情的第一线 有的以前还曾经持缘过外地 相信他们一定不如使命不负重托 和长春人民一道打赢这场仗 疫情当前 医护人员们是就死扶伤迎难而上 用他们的行动 让我看到了白衣天使的无畏坚韧奉献与坚省 最近在沈阳的一个小区里边 做核酸的大白突然间晕倒了 一句他们也是孩子瞬间破房 听得出大家都很心疼大白们 你守护我 我温暖你 有一种暖心叫双向奔赴 疫情当前 大白就是平凡的英雄 近日在沈阳市审核区 一核酸检测的现场 一对夫妻向大白求助 说他们两岁半的女儿胳膊脱臼了 这次用五秒钟就帮助女孩胳膊腹复位成功 大白真是无所不能啊 感谢每一位大白 谢谢你们的守护 在战役的路上 你们勇敢逆行 带着温度服务 带着硬度抗疫 既暖心又硬核 你们未必光芒万丈 却始终温暖有光 齐心协力战疫情 广大党员冲锋在一线 从逆行一线的大白 到无私奉献的红马甲志愿者 从年过古期的老人 到90后00后 疫情不退 我不退 成为全省各地广大党员的 共同诺言和实际行动 3月26号 在沈阳市浑南区 金帝易静小区核酸检测现场 社区党支部书记孙菊 因劳累成疾 突发染病 被紧急送往医院 接受手术治疗 最近 孙菊一直在核酸检测现场 和各个防疫卡点之间 奔波忙碌 每天睡眠不足5个小时 疫情期间 无论几点 只要是有转运的 孙书记这边都是亲历亲为 视力出现了模糊 也没及时去治疗 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 造成了视网毛脱落 3月30号上午 沈阳市浑南区 锦江社区书记王东梅 晕倒在核酸检测工作现场 经过紧急救治 恢复了意识 从3月9号 驻守社区以来 王东梅一直在连续奋战 每天都要工作到凌晨一点多 本就瘦弱的他 半个月瘦了十多斤 目前我身体一股大碍 过一段时间 我还会回到抗疫线 同我的小伙伴们 一起战役 3月30号 省营商环境建设局的党员王欢 在沈阳市铁西区 沈辽东路社区做志愿者时 接到社区的紧急救助任务 一位患病居民急需到省肿瘤医院购买营养液 你下面把家里的详细柱子给我 然后我们要求回来以后就给你送过去 王欢通过省市12345热线平台 对接沈阳市铁西区 疫情防控指挥部医疗救治组 救治组迅速派专车赶到医院 并把营养液及时送到居民手中 一个人一台车 有着27年党龄的 辽阳市传染病院救护车司机张磊 驰援吉林省吉林市20多天了 他辗转吉林市各辖区和白城市等地 以累计驾驶2700多公里 转运新冠确诊患者300多人 海城市滩港自高速口 作为安山和海城之间 唯一的农商物资保工通道 日均出入大货车流量超千辆 为确保高速口疫情防控服务站 24小时不间断运转 海城市组织党员干部120人 下沉一线成立服务站工作专班 驻守在高速口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在疫情这么严重时期 从从在以前进行三门倒 为大货车服务 营口沿海产业基地方舱医院 盖州市北海新区隔离方舱 正在加紧建设 承担方舱医院供电重任的 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党员突击队 连夜作战9个小时 先期完成临时电源建设 进入正式用电施工阶段 供电公司采用多点同时 24小时轮流不间断作业 连续奋战7天7夜 提前两天半完成了 方舱医院电力配套建设供电项目 沈阳市审核区北战街道的党员干部 绝大多数是90后 疫情发生以来 他们一直在连续奋战 清晨 沈阳市铁区区新华街道九伟社区 开始了新一轮的核酸检测 有着50年党龄的黄凤英 在社区的安排下 负责维持现场秩序 曾经担任九伟社区党委书记的黄凤英 对社区和居民有着深厚的感情 在社区开展全员核酸检测时 主动请英做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疫情来了以后 经常我们五点钟上班 他也五点钟上班 我们十点钟下班 他也十点钟下班 黄仪确实是做了很多很多很多事情 有一份热发生管 出来帮帮他们 每天都忙不过来 他们都吃不上饭 虽然我退休了 但是我还是一个共产党员 本台报道 疫情当前 沈阳市水务部门 电力部门和燃气部门 全力做好水电煤气 运行保障和应急处置 记者从沈阳市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第67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目前沈阳市日均供水量 170万立方米 供水形势总体平稳 在疫情防控期间 集团累计维修漏水355处 出动车辆设备314台次 维修人员935人制 目前重点点位 供水稳定 无停水现象 国王沈阳供电公司科学部署 对沈阳市风控区 管控区 防范区 供电设施 实施差异化管控 全力以赴 做好供电保障工作 组织输电 变电 配电 等22家生产单位 化整为零 分别设立 两个三个抢修入点 抢修物资齐权 遇有突发情况 及时启动 互为备用 沈阳燃气集团 严格部署落实 疫情防控及安全生产责任 及时采取预防性措施 确保全市安全稳定供气 疫情期间 日均供气 190万立方米 目前 自有机租用储蓄能力 2490万立方米 完全可以确保全市 生产生活用气 本台报道 疫情让许多行业面临考验 在我省各地 各行业积极运用信息化手段 和大数据等新技术 进行科学防控 精准防控 近日 朝阳市公安局研发的 朝阳网格宝登记码 上线投入使用 这是一款用于高效精准 疫情防控的智能工具 平台为每一处公共场所 配备一个专有二维码 市民通过手机端 微信小程序 搜索朝阳网格宝 点击申领登记码 在进入公共场所时 就可以通过扫码 快速登记 市民进入商场超市 或者饭店 这种秘密空间的时候 当你扫了这个码 你的身边的风险 我们警方就能及时地发现 铁岭市西风县建立起 疫情防控大数据集成平台系统 连接边界出入口 县内出入点 服务大厅 商业网点和社区等场所 安装的身份实名登记 排查终端软件 对健康监测 居家隔离 集中隔离 密接 次密接等重点人群 进行信息比对分析 第一事件发现 第一事件处置 不断提高疫情预测 预报 预警 敏感性和精准度 目前 西风县已安装 终端不点99个 覆盖了县域内 12个重点交通检查站 13个机关单位 50个民生办事单位 及24家医疗机构 铁岭县精心研究制定 出入境货车登记管理解决方案 通过线上采集核验分析追溯出入境货车数据 对流过境货车进行管道式管理 货车司机提前申报审批 获得入铁凭证 在交通服务站两分钟左右 就能完成登记检查 为过境货车司机提前报备 提供入铁凭证 交通服务管理站人员只需扫码通过 通过闭环管理 无接触事的登记 降低了疫情传播的风险 保障了货车的快捷畅通 省交投集团通过应用AI和大数据分析技术等 成功研发的重点地区车辆预警系统 全省开通的高速收费站 已经全部使用该系统 进行精准识别 那么车辆到达我们收费口后 系统会产生报警 提示我们社会员这是重点车辆 我们将与解益部门进行联动 预警系统的应用 不但能够更加精准地进行防控 而且大幅提高工作效率 助力重点物资运送车辆安全畅通 本台综合报道 新闻大小评胆量我来评 说最近广东佛山的黎先生 在自家的车库清理出了一个废纸箱 打开一看里边的公文包里边装满了百元大钞 数一数一共17万的现金 天降横财 这黎先生没有被红票子冲昏头脑 而是报警寻找失主 警方根据公文包中的个人证件破案了 原来这钱属于小区之前的保安黎某 当委问到为啥要把自己的钱 藏在人家业主车库里的时候 李某说了 我呀 单小 家里之前那被偷过三回了 可不敢再把钱放在自己的家里了 说自己的钱呢 也从来不放银行 从小区辞职以后呢 李某就灵机一动 说干脆呀 就藏在别人家的车库里边吧 小偷肯定是想不到的 您这是啥逻辑呢 小偷确实是没想到 但是小李呀 你自己可能也想不起来了 是吧 该说你胆小呢 还是心大呢 十七万的现金放进废纸箱 还好是遇到了好心人 不然呢 可就打了水漂了 这种胆量咱们要不得 但是呢 下面这样的 我们还是鼓掌欢迎的 说最近贵州 钱东南一位老师带着学生 在门口打鼓锻炼胆量 没想到 碰上了一群社交牛人小学生 一大群人呢 直接在校门口 他就点歌唱上了 我们经常会带 学生在门口打鼓嘛 锻炼一下他们那个 胆量 然后刚好昨天呢 门口人就特别多 很多小学生放学去路过嘛 他们就喊 雇勇者 雇勇者 然后我们老师说 那好吧打一下吧 然后就放了那个雇勇者 结果一打起来 小朋友全部跟着唱 并且一字就不漏 我就觉得 这种氛围其实特别好 我希望小学生 在学校里面能学到 书跟你们的支持 到学校外面呢 也能受到音乐的冲淘 看看人小学生的胆量啊 随时随地 银行高歌 这氛围多欢乐 堪比音乐节了啊 齐声合唱 就有一种魔力 让人拥有 无穷的胆量和勇气 小朋友们 棒棒的啊 接下来咱们要 说到这位啊 这胆也不小啊 前段时间的浙江杭州 同炉一些 沿街的店铺啊 被一个神秘小偷 闹得是鸡犬不宁 这名嫌疑男子呢 是全副武装 神出鬼没 进入店铺 不仅顺走了前幕 甚至还洗澡 找食物吃 嫌疑男子呢 屡次作案之后啊 警方也逐渐摸到了 他的作案规律 开始行动了 3月26日 同炉一家美容店 报警称 店内被嫌疑人光顾 淋浴间里 还留下了 嫌疑人洗浴的痕迹 根据现场视频 嫌疑人是从 厨房的窗户爬进来的 当时还试图 在厨房里找吃的 最后洗完澡 还拿走了 店里的一个手机 根据店主回忆 这位嫌疑人 应该已经是第六次 光顾这家美容院了 而这家美容院 可不是这名嫌疑人 唯一下手的目标 今年以来 更加肆无忌惮 同炉警方也先后 接到类似报警 不下六次 而这些盗窃案 很可能就是一人所为 经过不断侦查 复盘 结合大数据分析 民警对嫌疑人 有了更加精准的画像 那么如何找到 嫌疑人的踪迹呢 民警几经搜寻 在嫌疑人 可能会犯案的地方 开始守株待兔 连续两天两夜的蹲守 第三天晚上八点 一行计可疑男子 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你是这种店铺怎么进去的 都是他们都是窗户 没关系之类的 我从后面进去了 还是去拖一些什么东西 有的是手机 有的是现金 你这里面还洗个澡是吧 那个时候是身上症状 他们那个美容院 我是经常路过的 我也知道里面是帮别人 是什么 好像按摩还是什么之类的 我想因为那里有洗澡的地方 我就进去了 目前公谋已被铜炉警方 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说羡慕四川人呐 上班还能偶遇熊猫踏春 近日四川绵羊 平武县电力公司员工 就在上班途中拍下了一只 下山过桥的野生大熊猫 听见有人类大喊 熊猫上桥了 熊猫还四处张望了一下 随后快速爬过遍桥 穿过公路往山上爬去 平武县林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现在到了大熊猫求偶记了 为了找对象 平常独居的大熊猫变得活动频繁 这是正常的种群扩散行为 看来这国宝也要和春天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约会 打扰了 打扰了啊 说湖北武汉 经营数码产品店的欧阳女士 遇到一位熟客带着两个女儿来买东西 两个小姐妹全程喊姐姐 越喊越大声 心花怒放的欧阳女士 在姐姐声中迷失了自己 狂塞零食投胃 感觉再喊店都要送给嘴甜的两姐妹了 欧阳女士解释 她曾经被喊过阿姨 叔叔 奶奶 听到小朋友叫她姐姐 觉得心里很甜 果然 女人至死是少女啊 不过 喊阿姨 喊奶奶 也就算了 喊叔叔 是啥意思啊 说近日 在广东广州 南沙近港大道上 当大家都在等待红绿灯的时候 有一个司机突然想变道 而他却用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方法 用打开车门站位的方式变道加三 4月2日 据广州南沙公安消息 已经对这名司机的违法行为 做出罚款100元 即三分的处理 这位司机 你的做法真是刷新了小编的认知啊 这给你能耐呢 你这是技术不过开门来凑啊 你打个转向灯 也算对得起科目一的成绩啊 说近日 吉林的一社区 免费给业主发放蔬菜 当爸爸下楼取蔬菜的时候 魏女士在楼上喊话爸爸 少拿点 她说 因为小区老年人比较多 想多给老人分一点 年轻人可以在网上预定 老人家有时候不会线上购物 这妹子 好人品 能处 是啊 特殊时期 咱们互相照顾一点 菜够吃就行 拿多了 坏了 不也是浪费吗 腰椎肩盘出了问题 痛啊 用输筋剑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输筋剑腰丸 广州白云山 陈礼记 舍天下说怀念 清明节是缅怀故人的日子 今年是袁隆平院士故去的第一个春天 4月2日 在他辛勤工作多年的湖南 袁隆平雕像在湖南省农科院节目 铜像上 元老眼神笃定 满目磁光 守护着他一辈子挂念的稻田 铜像上 刻着元老的字迹 愿天下人都有饱饭吃 愿天下人都有饱饭吃 这是元老一生的夙愿 他为之奋斗了一辈子 当天 袁隆平夫人邓哲 为袁隆平铜像献花 他所戴口罩上面写着 人就像一粒种子 要做一粒好种子 让人类目啊 此前一天呀 4月1号 袁隆平夫人还与后辈手持金黄倒碎 前往墓园祭扫缅怀 细语中 元老的家人和生前的同事朋友 还有自发前来悼念的市民们 鞠躬行礼 将盗碎尽献在墓前 还为元老带来一份成绩单 开启了第三次栓季母厂 1500公斤高厂公关 为实现您的河下成良梦 勇意前行 袁隆平院士于2021年5月22日逝世 但杂交水道事业并未终止 一年来 第一个水道 海水道和第三代杂交道 又取得了新突破 其中第三代杂交道 三优一号组合 在双季道示范中 亩产达到周年1603公斤的成绩 元老您看到了吗 愿天下人都有饱饭吃 定会如您所愿 今年的清明节 又适逢农历三月三 按照湖南人的习惯呢 元家远房侄儿元景辉 在元老的墓前 摆了一碗地菜煮鸡蛋 除此之外 元景辉还把他收集到的 元隆平院士生前穿过的 破洞的布鞋 还有多重补丁的棉衣棉裤 以及他使用过的水果刀等等 带到了元隆平的墓前 以此方式来缅怀元隆平院士 这双布鞋 元老穿了好几年 鞋底磨穿了 也舍不得扔 元老生前素来节俭 据新华网2007年报道 他穿的最贵的西装 不会超过800元 买皮鞋不会超过200块钱 他还有一个怪皮 是专挑便宜货买 有一次他与夫人逛商场 看到货柜里边 有打折到10块钱一件的衬衫 一口气买了10多件 这样的衬衣 好 夏天的时候啊 穿起来方便 不用担心弄脏了 也有媒体曾经探访过 元隆平的住所办公室 发现家中的老师按摩椅 办公室的杯子等等物品 都磨损了很久 都舍不得换 元隆平对自己小气 对他人却很大方 他带的一位博士生 是从农村出来的 家庭困难 一次这位学生打电话给他 说是父亲病重住院 急需用钱 他从自己的工资里 给学生寄了2000块钱 元隆平在国际上 获得的所有大奖的奖金 几乎都捐赠给了 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农业科技奖励基金会 1981年 元隆平获得了我国第一个 也是迄今为止 唯一一个特等发明奖 有10万元的奖金 自己只留了5000块 其他都分给了同事和同行们了 这样的元老 怎能不让人怀念 这几天 不少民众都自发前来 悼念元隆平院士 在通往元隆平院士 纪念墓园的路上 和墓前一些写给元老的话 朴素而令人泪目 风吹道浪是您 造浅米香是您 怀念您元老 也同样怀念那些 曾经来过 认真活过 真心爱过的人 感谢你们 想念你们 新闻大小平 清明献礼 我来评 说正值清明啊 山东辽城 190号的小伙小贾 用树叶雕出了 39幅英丽的肖像 用艺术献礼 寄托哀思 这组夜雕作品 雕刻的是 为民族独立 人民幸福 而牺牲的革命先列 有共产主义先驱 李大钊 陈独秀 也有民族英雄 刘忽兰 邱少云 黄继光 等一共39位先列 平均每幅作品 三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清明节 想通过夜雕这种形式 缅怀英点 自尽英雄 一片小小的树叶 能雕刻的如此经络分明 人物栩栩如生 悦然眼前 清明将至 我们慎重追缘 用这种方式祭奠先列 小伙 这份妙想 这双小手 值得点赞 有一位小朋友 清明啊 也想献礼 但他献礼的对象 是自己活蹦乱跳的妈妈 吉林长春的赵女士 八岁的儿子 给他画了一幅 名为清明节快乐的画作 整体呢 还是黑白镂空风格 四周配上了鲜花 这风格咋说呢 需要把谁送走吗 这孩子小 我还不太懂这个清明节的含义啊 从孩子的简单朴素的理解出发啊 那只要是节就得给我妈过啊 孩子啊 这份心意你妈妈收到了画得很好 但下次可别再画了啊 还有这清明啊 咱们不能说快乐啊 咱得说安康啊 好嘞 沈天下我们新闻继续 接下来说一说罕见啊 在生活当中呢 双胞胎三胞胎 其实都挺常见的 对 甚至四胞胎五胞胎也都见过 而我们大家的认知里呢 像双胞胎啊三胞胎 这样的多胞胎 都是同一天出生吧 对啊 出生时间虽然肯定是有先有后 但是一般也差不了几个小时 那是 差的时间长的 也不能叫多胞胎了 对不对 不过呢 近日在山东啊 一位妈妈产下的四胞胎却不一样 四个小宝宝竟然非同月同日生 其中两个宝宝已经出生了 而另外两个宝宝还在妈妈的肚子里 这四胞胎不是同月同日生 这个挺稀稀 到底咋回事呢 咱们赶紧来说一说 好吧 话说这小楚和媳妇啊 来自山东几宁 小两口刚结婚不久 这媳妇就怀孕了 这一家人高兴得不得了啊 等到医院去检查一看 这一家人是有喜有忧 喜的是家里天丁进口了 忧的是怀的是四胞胎啊 这小楚媳妇呢 怀孕期啊 初期啊 这身体状况呢 还算是不错 但是今年二月的一天呢 突然感觉这个肚子不太舒服 为了保住孩子 这小楚带着怀孕22周的妻子 就赶到了济南 住进了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一检查 一看这是先兆流产 医生很快呢 为准妈妈做了宫颈还扎术 努力让宝宝在妈妈的肚子里 多待一些时间 但是3月22号 孕妇在孕25周 加6天出现了生产迹象 被紧急送进了产房 第一个宝宝出生了 男孩 体重仅仅是700多克 属于及早早产儿 由于出生的体重比较低 身体的各项技能发育上不完善 出生之后呢 孩子便被送到了该院新生儿科去救治 这医生说啊 从医学上来讲 孕28周以内出生 其实呢 都叫流产 随着近年来 医学技术的发展 孕25周后出生的孩子 存活概率呢 已经是有所提高了 但是呢 依然存在很高的风险 医疗费用也会相对较高 按照以往的规律 一般四个孩子会一起出生 但是考虑到各种风险 和家属充分沟通之后啊 又为孕妇做了一次紧急攻警还渣 四天之后呢 3月26号 孕26周加三天 第二个宝宝出生了 也是男孩 体重800多克 也需要在新生儿科去救治 而另外两个宝宝 则继续在妈妈的肚子里保胎 这医生表示 胎儿呢 还没有足月啊 还未发育完畅 能多保一天 就能够多发育一天 出生后的各种风险 和救治的费用呢 也会相应的降低 其实这样的延迟分娩 非常罕见啊 也充满了风险 一旦公腔内感染 对孕妇还有胎儿 都存在很大的生命威胁 为此科室的医护团队 已经提前进行了严密评估 并且始终密切监测 目前呢 孕妇和肚子里的两个胎儿情况 总体是较为稳定的 但是能保到什么时候 医生呢 也是无法准确判断 孩子爸爸小楚说呀 他和妻子都非常的感谢医生 也都牵挂着重症监护室里的 两个孩子 两个宝宝在保温箱 还没能见到他们 但是他目前最大的任务 就是照顾好待产的妻子 这个对啊 初为人妇 小楚心中啊 充满了甜蜜 也是充满了担忧啊 这这位孕妈妈 也真是让人心疼 多胞胎呢 不仅等于加倍的喜悦 也等于多倍的风险呀 威与姬同在的 多胞胎妈妈一定得是定期的产检 遵从医嘱 祝你好运啊 家里有玩是快饱啊 但是有时呢 也有小烦恼 在陕西咸阳 一名两岁半的小女孩 在家里玩耍的时候 竟然被卡进了洗衣机的滚筒内 无法出来 这孩子呢 被吓得是哇哇大哭啊 孩子的奶奶 手足无措 拨打了119报警电话 3月31日晚上9点10分 陕西咸阳消防区员支队 119指挥中心 接到了群众报警称 长武县一小区 某居民家中 有小孩被困在了洗衣机内 接警后 指挥中心立即调派 长武县 桃古南路消防区员站 出动一车7人 赶现场实施处置 消防到场后 经过勘查发现 现场为一名两岁半的小女孩 卡在了洗衣机的滚筒里 孩子被吓得哇哇大哭 由于卫生间较小 无法进一步观察 消防员先将洗衣机 抬到了客厅 经过仔细观察 发现孩子并未被卡住 只是滚筒内空间狭小 孩子手足无法施展而被挡住 在消防区员人员的协助下 仅仅两分钟就成功将孩子 从滚筒内救出 随后消防员进行了简单检查 发现孩子并无大碍 还好有惊无险啊 小淘气孩儿啊 来吧 说点下我们新闻继续啊 接下来问你个问题吧大道 什么意思 一个冰堆堆的玩偶多少钱 奥运真顶流 官网售价198 冬奥会那会儿 我可是正着巴掌的 蹲旗舰店秒杀好几天 也没秒杀走 冰堆堆确实是冬奥的顶流啊 但咱们今天不说顶流 要说就说顶流当中的至尊 一个92万的金堆堆 好家伙 这得多少颗啊这是啊 实心眼不是 跟大伙说一下啊 这个金堆堆呢 是在4月2号晚上节拍的一场 网络公益拍卖中 两届冬奥会的冠军 五大进个人互得的 北京冬奥奖牌选手 专属吉祥舞金堆堆 他最终以92万元的价格落锤 好家伙啊 这虽然不是纯金打造的 但这成交价的含金量 那可是圣字黄金呢 那你看看 是不是啊 根据拍卖页面上介绍啊 金堆堆上有五大进的签名 以及2022年2月5号的日期 另外呢 五大进还将在这个金堆堆的玩偶上 加签兔中标人姓名的字样 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如说你真的拍到了啊 谁我啊 对对对假设啊 我啊 在上面给你写一个 给王浩先生的意思 相当于量身定制 说实话啊 你这例子举的有点不太贴边啊 拍不起 真拍不起 而更据含金量的是呢 这个被拍卖的金堆堆啊 是今年2月5号 五大进和队友们勇夺首金 为中国冬奥代表团取得开门红的时候的 冬奥冠军办手礼啊 所以说呀 这哪能叫金堆堆啊 这得叫做首金堆堆才够 对不对 更有意义了 这拍卖价格看的人也是世上迅速飙升啊 这次专场拍卖呢 是在3月31号在线上开启的 开拍仅仅一个小时之后 这金堆堆的叫价已经达到了1.7万元 当天晚上竞价到了17万元 4月1号呢 已经有买家出价到30万元 4月2号晚上接近节拍的时候 多位买家是参与竞价 出价记录显示 叫价从30亿万元 一路上涨到了92万元 金堆堆最终被匿名账号拍下 除此之外呢 同厂拍卖的八幅五大镜 金碑鲜明海报 均已高于5000元的价格落锤 其中呢 这落锤价最高的一幅 达到了9500元 这八幅海报 每幅呢 都带有独立的编号 五大镜还会分别写上八句祝福 根据拍卖页面的显示呢 专场九件拍品 总出价达到了96.95万元 你说五大镜这金堆堆 它不是顶流中的至尊 还能是啥 对不对 绝对货真价实的 金吞吞 其实相比起这个96万元的收入 我觉得更值得一提的是 在慈善拍卖结束之后 所筹得的这些善款 都将直接捐赠至 大进冰雪工艺计划 除此之外 五大进个人还将额外 向大进冰雪工艺计划 捐款10万元的人民币 其实早在今年的2月 五大进就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说要拍卖自己获得的 金色版的冰吞吞来做工艺 他说我的金吞吞 我希望你不仅能够承载荣耀 也能发挥更大的社会价值 所以我决定发动网友的力量 给你找个好人家 然后咱们一起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为社会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 希望大家伙帮我一起完成心愿 谢谢大家 这口音也模仿了是吧 差不多吧 其实看过这届冬奥会的都知道 这届比赛大进真的很不容易 可不 而这个金吞吞也是他北京冬奥 唯一的一个金吞吞 可以说包含了他四年的 努力付出与汗水 武大进一定很爱他的金吞吞 但是他更热爱自己 一直在不断追逐超越的冰雪运动 那是他忠贞至爱的事业 希望大进唯一的金吞吞 能带着他的梦想与热爱 继续的发光发热 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冰雪运动当中 换一种方式 带我们继续猪梦冰雪 说日前321东航MU5735航空系飞行事故 腾县应急处置指挥部 发出减少前往东航事故现场调研倡议书 连日来 随着祭祀鲜花 投地人员源源不断大量涌入 狭小的山村 已难以承受越来越大的环境压力 为此官方已在腾县荣媒 今日腾县微信公众号 开通了网络祭祀平台 希望大家在线上进行祭祀 表达哀思 说昨天 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宣布 其二代重组蛋白新冠疫苗 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颁发的临床实验批准文件 该疫苗 由国药中生生物技术研究院 新型疫苗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研发 具有独立自主支持产权 这是国药集团中国生物 即灭活疫苗技术路线上 两款新冠疫苗获批上市后 在重组疫苗技术路线上 获得的重大进展 说当地时间3号凌晨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首府 萨克拉门托市 发生一起枪击事件 已造成至少6人死亡 另有10人受伤 枪击发生在凌晨2点左右 一名枪手在市中心的一家餐馆外 向人群开枪 随后逃离现场 目前尚不清楚嫌疑人身份 说哥斯达里加的塔尔克莱斯河中 生活着2000多条美洲鳄 是这一物种的主要栖息地之一 随着当地旅游业发展 乘船在河上观赏鳄鱼 成为了这里的特色旅游项目 能够与鳄鱼这么近距离接触 游客们都为之惊叹 每天都在吃油 你知道该吃什么油好吗 很多中老年人都习惯每天喝 压麻子油 因为年纪大了 通常需要格外的营养补充 压麻子油是非常适合老年人喝的 欧米加三含量高 它是身体需要又普遍缺乏的一种营养 老年人身体弱 建议每天都喝上一勺压麻子油 安建式压麻子油 加拿大原装进口的 欧米加三含量高达56% 被誉为能直接饮用的液体黄金 早一天补充欧米加三 早一天受益 早上一勺 一天精力十足 浑身轻松 晚上一勺 一觉睡到大天亮 天天补充欧米加三 一年身体大变样 加拿大原装进口压麻子油 请你来体验 原价198元 现在只收39元 前100名打击电话 订购的 在免费多送两瓶 好消息 好消息 加拿大原装进口 安建式压麻子油 请你来体验 原价198元 现在只收39元 新申请 新体验 前100名打击电话 听购的 在免费多送两瓶 老年人每天都要补充欧米加三 安建式压麻子油 原价进口 欧米加三含量高达56% 不含胆固醇 不含反溪脂肪 是真重适合我们老年人的 进口压麻子油 抢 抢 抢 现在就拨打屏幕上头电话 申请体验 一勺安建式 半勺欧米加三 早上一勺 新生足 晚上一勺 营养足 天天补充欧米加三 一年大变样 加拿大原仅进口 亚麻子油 勤力来体验 原价198元 兴费只收39元 前100名打击电话 听购的 不含免费 多送两瓶 猪老年人 到底吃什么油好 亚麻子油 亚麻子油 安建式亚麻子油 健康好油 新标准 安建式亚麻子油 不含胆固醇 不含反性脂肪 是亚麻酸高达56%的健康好油 可以炒菜 凉拌 还可以直接喝 一瓶好油 全家健康 能够不足一家老小 身体所需的亚麻酸 为健康加油 为身体加分 加拿大原装进口 安建式亚麻子油 加拿大255 原生态亚麻子基地 采用低温物理 棱榨工艺 吸金亚麻子 出一斤油 欧米加三含量 高达56% 早上一勺 新生足 晚上一勺 营养足 偏偏捕捕欧米加三 一年大变样 加拿大原装进口 亚麻子油 行李兰体验 原价198元 现在只收39元 前一百名大致电话 听后再免费 播送两瓶 我的腰腿 我做手 收筋剑腰 想去哪儿 挺起腰 等抬腿就走 这一旦 腰椎肩盘出了问题 就怕走不了 动不了 痛啊 用收筋剑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 引发的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输筋剑腰丸 广州白云山 陈礼界 一安宁晚 史创于香港 传承三个世纪 精选道地名贵药材 荣获国家专利保护 一百三十余年 专心做好药 治疗胸闷 气短 失眠 乏力等症状 百年一安宁晚 祝您心脏平安 说得下正在直播 说这三月三十号的中午 浙江武艺 湖山派组所呢 就接到了银行工作人员的求助 说有一位老大爷呢 要向这个网友啊 进行转账汇款 一次呢 遭遇了电信诈骗 接到报警之后啊 这民警立即赶往现场 再晚一会儿 这大爷这钱呀 可就打水漂了 银行工作人员告诉民警 老人要给一个网友转账 五千八百八十八元 说是跟对方买茶叶 工作人员觉得事有蹊跷 劝老人不要轻信 但是老人完全听不进去 坚持要给对方转账 了解事情经过后 民警初步确认老人是遭遇电信诈骗了 对于民警的劝说 老人同样不理会 坚信自己的这位朋友不会是骗子 为了让老人相信 民警现场拨打了老人朋友的语音电话 你看吧 他接都不敢接 什么不敢接 他接都不敢接 你等着你等着 见老人还是不肯听劝 民警只得联系老人的家属来现场 与家属一同对老人进行劝说 同时再次拨通对方的视频电话 对于民警和银行工作人员的帮助 老人的家属表示感谢 并表示不会再让老人进行转账 平时会多多关注老人生活 得了灰指甲 一个传染两 哎 刘婶呢 她呀 得了灰指甲 灰指甲要小心 传染 可不是吗 她怕传染给小孙子 想抱不敢抱 小手也不敢签 灰指甲变色 变厚 变形 找亮甲 亮甲牌复方据为铜点茶剂 灰指甲很多人不在意 先是一个 后来其他指甲也有了 如果传染给孩子 就晚了 没错 要抓紧质 咱呢 要经常检查手指甲 脚指甲 发现灰指甲 小心传染 得质 对 得早点质 灰指甲会传染 抓紧质 赶快去 灰指甲 找亮甲 乐泰亮甲 葛红药膏 一斤药 浓缩二两高 哪些人更适合葛红药膏 方式骨痛 肿胀痛 哪些人更适合葛红药膏 慢性腰腿痛 反反复复痛 哪些人更适合葛红药膏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痛痛痛 葛红药膏 高方中的经典 每一瓶都采用广西十万群山的道地药材 熬炼而成 一斤药只浓缩二两高 区风除湿 赎金活络 哪些人更适合葛红药膏 你的方式骨痛 葛红药膏 正适合 你的慢性腰腿痛 葛红药膏 正适合 腰痛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方式骨痛的这些老毛病 葛红药膏正适合 葛红牌 桂龙药膏 擅作魂 葛红药膏 一斤药 浓缩二两高 哪些人更适合葛红药膏 方式骨痛 肿 胀 痛 哪些人更适合葛红药膏 慢性腰腿痛 反反复复痛 哪些人更适合葛红药膏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痛痛 痛 葛红药膏 高方中的经典 每一瓶都采用广西十万群山的道地药材 熬炼而成 一斤药 只浓缩二两高 区风除湿 赎金活络 哪些人更适合葛红药膏 你的方式骨痛 葛红药膏 正适合 你的慢性腰腿痛 葛红药膏 正适合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方式骨痛的这些老毛病 葛红药膏 正适合 葛红牌 桂龙药膏 我的腰腿 我要做主 朱金尽腰 保持 想去哪 挺起腰 甭抬腿就走 这一旦 腰椎肩盘 出了问题 就怕走不了 动不了 痛啊 用输筋剑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 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输筋剑腰丸 广州白云山 陈礼界 一安宁晚 史创于香港 传承三个世纪 精选道地名贵药材 荣获国家专利保护 一百三十余年 专心做好药 治疗胸闷 气短 失眠 乏力等症状 百年一安宁晚 祝您心脏平安 首天下 欢迎回来 2022年的春天 疫情束缚了 我们的脚步 但是花开依旧 山河大美 满怀期待 并肩前行 一切美好 终将如约而至 在最美好的春光里 愿山河无恙 你我皆安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